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突如其来的心疼 徐峥有点无奈 直言是自己把助理赶走的 到7月2日下午 其超话排名一位列明星榜第12名 粉丝达2.4吧 还有了个人反黑干 徐峥粉丝的实力也是相当吓人了 而对于自己的一夜爆红 被网友爱称为山争哥哥的徐峥却显得有点萌 对于超话是如何形成的也并不清楚 在今日下午接受采访时 他还一本正经的解释 山争哥哥是拨乱反正的过程 因为很多人误以为他的名字是蒸 对于粉丝后援团的昵称之争 你们的山争哥哥不走寻常路地勤点了蒸饭和粉蒸肉 蒸饭是普通粉丝 十年以上的老粉就能变成粉蒸肉了 言语中表达了沉淀后的自豪感 至于粉丝对自己的厚爱 徐峥也笑称 没想到能突然成为流量小生 希望老树可以重新开花吧